大家以美元為本位 以美國為交易的一個主要的貨幣 在短時間內這是沒辦法取代 包括我們所有的買石油計價 一桶85美元都是那美元計價 沒有說我這一個是多少盧比或盧布 或者多少人民幣這一桶 到現在為止在前世上還沒有 那現在的話換句話 美元霸權它還會持續二三十年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可以預期的 但是中國大陸做了一件事 中國大陸是世界上目前持有 外衛存體最多的國家3.2兆美元 所以它現在減持美債 減持了美債已經達到了36% 換句話說我不要那麼多美債 那我把這些美債拿來換黃金 美國現在是世界上黃金儲備最多的國家 我們台灣才423公噸黃金存在 這是國庫我們拿黃金做擔保嘛 不然你新台幣怎麼來算 我們很簡單我拿黃金做擔保 還有我拿美元做擔保 因為我有外衛存體 你這個新台幣才有用 不然誰買你變成廢紙 不是通貨膨脹變成 就類似在大陸發行的金元券 到時候都變成廢紙 你要扛一個麵粉袋去換一袋米 變成這個狀況 通貨膨脹嘛錢不值錢嘛 再我拿黃金做擔保 是這個樣子 那中國大陸到現在為止 中國大陸的黃金儲備 只有1060噸 美國是8130公噸 美國的黃金儲備是中國大陸的七倍 你中國大陸只有美國黃金儲備的七分之一 那你中國大陸現在經濟起飛了 你拿什麼做說 你竟然你的黃金儲備那麼少 所以它大量現在大量 我拿美債我換取黃金回來可以吧 因為黃金不貴 大概17億台幣 17億可以買一公噸的黃金 你看17億嘛 你要買一公噸的黃金就17億台幣啊 以美金的話將近美金 大概要一兆美金可以買一公噸多 不到兩公噸的黃金 你看要怎麼樣來看 我經常喜歡拿那個戰鬥機來看 我的戰鬥機大概一 大概一架戰鬥機要一公噸的黃金 來換一架戰鬥機 所以我們非戰鬥機的飛行員 要非常的謹慎 要不然一公噸的黃金就不見了 我就想說 你拿這個錢來算嘛 因為17億台幣 才能夠買一公噸的黃金嘛 你現在黃金儲備 市價就是這樣子啊 那現在中國大陸他也聰明了 我黃金儲備啊 最少最少都要到達美國一半 美國是8133公噸今天 那中國大陸是不是要4000噸 你中國大陸現在為止 今天為止才1060公噸 你才還不到4000噸的四分之一耶 那現在現在買了 你看美國中國一樣 你不要那麼多外匯存體 你拿一些外匯存體 拿一些美債來換黃金 放在火箱那邊 比你拿到 你的外匯存體是美金超票 那美國一直進鈔票 美國進鈔票 鈔票運越多 你的美機美鈔就單薄了 因為通貨膨脹 每一年通貨膨脹 去年美國通貨膨脹 大會6% 你換句話說 你每100塊的東西到今年來買的話 要106塊 因為已經通膨6%了嘛 每一年都來通膨 每一年通膨 你每一年所持有的美 我們講的美鈔是貶值的 相對於貶值 那你是不是買現貨買黃金 黃金是用起來保值的 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黃金產量就是那麼多 就永遠保值 所以你看看 你要整個金融的操作 要中國大陸人民幣 將來變成國際的通用的貨幣 當然我們知道第一名是美鈔 沒有問 第二個是歐元 很清楚 第三名不是人民幣 是日幣 第四個才是中國大陸 所以中國大陸要慢慢突破 你要最起碼通過日幣 日幣外幣之後 不要忘了你要贏過歐元 對不對 你現在贏過英鎑 因為英國已經脫歐了嘛 它現在英鎑重英英鎑 它不是使用歐元了嘛 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要一步步來 一步來 那我們知道持有美元 是其中一個重要的 經濟的方法跟手段 那接下來呢 蔡委員 中國大陸的確有很多的突破 包含在投資的部分 包含在深磚井的部分 大陸最近呢說 開挖了1萬5 1萬520公尺深的一個磚井 這非常的深 這叫深地川科一井 這是中國石油集團 在四川開挖的一個深井 他說有望發現超深 深層 據說是不知道是1.45億年前的這種 天然氣 那麼鑽探的過程當中啊 據說會碰到一些 我們很難想像的世界級難題 比如說你這樣鑽下去 224攝氏度 這個熱道金屬的鑽具 會像面條一樣軟 要克服掉 還有呢就是它的壓力非常的大 138兆帕的超高壓環境 超越了馬里亞納海溝的海水牙齡 你怎麼看的這種深磚井 的技術的突破 如果到達1萬公尺以上是真的一個 非常了不起的一個成就啦 因為馬里亞納海溝 也不過是兒耳而已啦 而且它這個數字可能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樣 就是到了1萬公尺以下的話 地層的溫度應該比224度還要高很多 應該高很多才對 是2000多度的可能 不愧200多度 200多度不可能 不可能應該是應該是高很多啦 還是說它的鑽具會224度 其實不斷的冷卻冷卻還是有224度 我那個鑽具的這個材料工程 就非常可觀的一個突破 所以它在四川能夠開挖到1萬公尺以下的話 那當然南海就更不是問題啦 因為南海的 因為南海的沿程比就是說 我就跟大家解釋就是說 深海的海底的那個沿程 厚的硬度 硬度是比陸地來的硬很多 硬很多 那對於這樣的話 它就應該有能力開發這個 有經濟效益的去開發 南海的這些油田或者氣田 所以輝律賓才趕快要來談一談是不是 老問題了 老問題啦 因為我現在還不曉得 它開發的經濟效益怎麼樣 因為那個成本率非常高 因為這蠻新的 這是今年 第一個這種1萬公尺深的井 其實當時候是用來做 研究地球深處以及識別礦站 不是挖天然氣的 這是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來挖天然氣了 第一個做科研的 第二個呢 7月21號的時候才有報導 說7月20號才開始 在四川盆地要來挖 希望可以發現超深層的天然氣 所以算是蠻新的啦 等於是我們看到了 它也提到了報導當中 南華早報也提到了說 他們可能會面臨的一些問題 一些狀況 因為這也代表著其實中國大陸 越是那種 剛剛說到了冰天雪地的那種 北極航線有沒有 然後像這種熱到不行的 這種超深的磚地井 其實中國大陸的一些科技 都帶來了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帶來了很多突破 包含了大陸跟韓國 其實有在合作 順雙君怎麼看呢 大陸企業 那為什麼要合作 那這個當然跟大國戰略有關囉 跟韓國的電池業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可以把這電池 做出來還有這電動車 就賣到美國去了嘛 打進美國電動車的供應鏈裡面去 因為中國的電池 直接賣過去的話 可能它就卡你的補助嘛 不讓你賣怎麼樣的 但是那如果我是露氣 投資韓國產業呢 也是在韓國製造啊 那賣到美國去 就沒問題了 好砸了40億美元 在南韓興建了5座電動車 電池工廠 那為什麼呢 來看這邊 南韓基地生產的產品 就符合降低通膨法案 就是前幾年川普在 應該是拜登 拜登在提的 他說出口到歐美市場的時候 也可以有關稅優惠 我想美國萬萬想不到吧 好 繞過了這一層 美中其實是可以合作的 這個就是以前講的老名詞 叫洗產地嘛 我中國不能賣給你 叫韓國人賣給你嘛 對 我跟你講商人沒有什麼仇敵的 兩個以前吵得連紅二十 明天這個有利可圖 對 就去了 所以我講這個 我很感慨啊 這個以前 共產黨在早年 40年50年搞運動 全國上下熱衷的運動 沒人搞科技的 沒人搞發展的 教授都放了牛棚去 等著鄧小平一改革開放 10億人口的天才都出來了 軍工業 商業 礦業 機械 製造 所以我講嘛 潘多拉盒子一打開 什麼樣的人才都出來了 所以你看商業 中國大陸商人做這個 也很霸道的 要買連地來什麼都包的 手筆是擴 我跟你講 台灣現在很多商人 看著他們叫相循見拙 的確 出手 規模越來越大 規模大 膽子也大 投資也大 這個東西 的確 最後大概還不到兩分鐘的時間 蔡委員那你怎麼看呢 在包含電動車的部分 最近你看 Volkswagen跟小鵬 達成了一個技術合作 雖然說這個金額還沒有到很高 但是呢 我相信這應該也算是一個 蠻有前瞻性的 福斯他要花7億美元 收購小鵬 大概4.99%的股權 為什麼呢 要共同開發電動車 再來 奧迪跟上汽呢 也簽了戰略核網路 戰略的備忘錄 要進行進一步的深化合作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也要推電動車 奧迪跟上海汽車集團 本來就是老朋友的 老夥伴的 大陸上你隨便去看 奧迪車子都是奧迪跟上汽 合作做的產品 但是有引擎車 電動車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階段 應該是順理成章 以後奧迪要生產出來的 牌子的電動車上 可是問題是 上汽也沒有電池技術 他們要的就是電池啦 車殼誰會做 因為電動車就是電池控制系統 然後這個電動控制系統 還有那個馬達控制系統 大概就三個系統在建立起來的 那他們不曉得要跟誰買技術 我不曉得啦 那小鵬就是做電動車 不過小鵬汽車在大陸的競爭力 不是頭號品牌 所以VW要做的應該 沒有說要在頭號品牌裡面做競爭 可是這些奧迪也好 那VW也好 這個都是德系的汽車 他不走跨出這一步的話 大概也沒路可走 的確 求生存 成本在中國做低技術有 成本也比較低 那如果在其他別的地方發展 花人才比較方便 時間可能就要更久了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結構 Food feel good 好 於是 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